大家好,我是秋实 最近在我的微博上发生了一件挺严重的事 我摊上事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5月4号的一个青年节的活动当中 共青团中央把一个青年领袖青年代表的名号奖章 颁给了SNH48的团体 于是我在微博上用特别粗鄙的方式来发了一条信息 你在我的微博上能找到 然后很多人在我的微博底下破口大骂已经有几千条了 那么我都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说明了 几件事咱们一样样来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们现在骂我 我不删微博也不关评论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表达 是你们正常的表达 这是我该受的 既然我用粗鄙低俗下流的语言来说了别人 我就得容忍别人用最粗鄙低俗的下流的方式来辱骂我 现在我被几千人辱骂 这是我应该受的 没有问题 第二点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话 我会做这种事? 因为我是个坏人 你看我的样子 留胡子又长头发 我一看就是个猥琐大叔 这个世界是有坏人的 现在你们遇到坏人了 今天坏人出现了 这世界上就是有些人思维想法很龌龊的 好 前面两点咱们说完 第三点到了关键的地方 如果你认真看过那条微博 你认真要看过我以前的微博 你真的了解我这个人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我发这个信息出来根本不是为了针对SNH 我不是要怼你们的偶像 我是直接来怼共青团中央的 来咱今天就把话挑明白了说吧 好吗?咱把话挑明白了说 共青团 我讨厌你们 我讨厌你们的许多做法 咱说出来吧 我有权利讨厌你们吧 五四青年节是什么节日 你们不知道吗? 五四青年节是中国青年节 它不是国际儿童节 不是未满14岁都可以去 历史课咱们不用再讲了 但是今天咱们回忆一下那段历史行不行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什么是新青年杂志 什么是1919年的五月四号 三千多北京学生走到街头 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前 然后能够提出 还我山东保卫青岛的口号 然后能够提出 要外征国权内逞国贼 那是中国青年人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关键时刻 在那之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公民的概念 960万平方公里也好 几百万平方公里也好 那不过是人家爱心觉罗他们家的嘛 所以老佛爷才可以割地赔款 所以老佛爷才说 我把土地给扬着了 你们什么良起超看 你们闹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好的 那些爆发的活动 让中国绝大多数人意识到了 哦原来我们不是子民 我们是公民 我们是国民 这个国家的事与我们有关 这个国家的土地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 我们是有主权的 我们是有人权的 凭借我对于五四最浅薄的理解 在我看来 这是年轻人开始关心时事 关心民族命运 关心国家未来的一个启蒙点 五四青年高小的两个大旗 是民主和科学 但是今天呢 今天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可以去捧你们喜爱的青春偶像 但是能不能别选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 我们还对得起当初的五四精神吗 当初的青年偶像是胡适 是蔡元培 是陈独秀 现在共青团中央你告诉我 这个时代最应该被年轻人推崇的时代偶像是SNH 我们每年在这个时候如果要选出我们的青年偶像 青年代表的话 没错 按照咱们中国人对青年的理解 可能就是二十岁左右 或者我们在九零后当中选 九零后已经是这个社会上最有活力的一群人了 九零后已经有人身配军装驻守边防了 已经有人穿着白大褂去救死扶伤了 已经有人在乡村支教 甚至帮助那里的人脱离贫困了 已经有人在各行各业上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把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并且他们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了 就算仅仅咱们是在文艺行业 搞艺术的这些九零后当中 优秀的音乐人 优秀的影视作品的表演者 优秀的年轻的艺术工作者 很多 他们都配不起这个称号 只有SNH配得起是吗 他们是艺术家吗 咱们往大楼说 他们的歌 他们的舞 他们的一切表演 能够记录到这个国家的艺术史吗 你选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不就是他们人气高 他们人多吗 只要人多就对是吗 五四青年的精神 我们每个人对他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甚至瞧不起五四精神 有人甚至觉得新青年运动也好 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五四领袖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的生活作风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非常肯定的 五四精神所代表的是年轻人对于国家 对于民族对于实事的莫大的关心 把自己的命运跟民族的命运紧紧的绑在了一起 说白了就是年轻人对政治的关心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关心政治吗 你们挑选出来的是这个时代最不关心的一群年轻人 来做你们的青春偶像是吧 唱歌跳舞了歌舞升平了 这盛世如我所愿了 觉得这样才是美好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年轻人最美好的想象 是这样吗 的确的确 现在不是以前那个战火连天的时代了 现在我们也已经不再是个鸡贫鸡弱的时代了 我们好像可以歌颂我们现在得到的一切了 这盛世如你所愿 抱歉 但这盛世可能与你我无关呢 你培养出来的小粉红们真的关心这个国家吗 中国GDP创造这些财富有多少是你共青团创造出来的 共青团今天咱们明知说 咱们挑明了 我讨厌你们的许多做法 我讨厌你们的许多做法 我讨厌你们动不动扇阴风点鬼火 我讨厌你们动不动以传播正能量的名义去怂恿一些年轻人 去做出一些胆大妄为的事情 我讨厌你们经常去歪曲历史丧事喜万 你们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的观念是什么样子的 只为权贵唱赞歌 不为苍生说人话呀 怼天怼地呀 怼我是应该的 我活该被怼 但是呢 但是呢 你们对舆论的操控真的很成功 现在只要是在微博上 在咱们的舆论环境中 在网络中 只要有人敢指出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问题 他们就去骂一件事 你是汉奸 只要有人说我们学习下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吧 他们就去骂 你是美国人的走狗 你们都疯了吗 我们不想解决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吗 现在年轻人好愤怒啊 好愤怒 但他们只为一件事愤怒 就是谁得罪了他们的偶像 他们无比愤怒 但是当天津的老太太 因为一个玩具枪被判刑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那么多的愤怒了吗 天津滨海两百多人被炸死 第二年他们的家属 有的想在街边点个蜡烛都被允许 都不被允许的时候 他们愤怒了吗 当有的人莫名其妙在街头 被警察拦下来 然后莫名其妙就失去了生命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愤怒了吗 当捏书兵被冤死的时候 他们愤怒了吗 当有人拍了一个纪录片提醒 我们要关注雾霾 就因为这么一件事 他就被永远封杀的时候 我们愤怒了吗 我们的年轻人还有权利 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愤怒吗 我知道 我这种人已经过时了 我不是年轻人了 我好土 我这种人太不合时宜 不合这个时代了 不合这个盛世了 因为你们总说 哎呦 中国现在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不容易了 哪个国家像我们发展这么快 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你们这些喷子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们还对政府不满意 我们已经第二了 我们已经这么富有了 我们这么有钱了 是啊 世界第二很了不起吗 这个国家从诞生之起到现在 一直都 他娘的是第一好吧 到现在 我们这代人 他是第二了 我们对得起祖宗吗 因为他是第二 我们就不能够提出 他的任何问题了 我们到九泉之下 我们去见到胡适先生 见到蔡元培先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 九十八年过去了 这个国家最值得我们去称赞的人 是一群唱歌跳舞的孩子 是一群对政治事件 丝毫不敢发表任何言论的孩子 他们有多么可悲 我们有多么可悲 一个一群不关心时事 不关心民族命运的年轻人 我们配过五四青年节吗 所以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始末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SNH的粉丝们 现在骂我 怼我活该 我认 这是我该受的 但是 那些骂我的评论 我全都看了一遍 其中有一点 说的特别好 你干嘛要拿我们的小偶像出气 你要想怼谁 你直接怼啊 对啊 以前大家怕呀 以前不敢明着怼你共青团啊 现在咱明着来 这就是政治 粉丝们我告诉你们 在政治的斗争当中 就是这么残酷的 在政治的斗争当中 有人被恶意的抹黑 只要有人开始关心 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的时候 他似乎就走上了一种犯罪的道路 我们公知这个词被抹黑了 律师这个词开始被抹黑了 我个人你怎么骂我都没问题 你举我祖宗没问题 微博我不删 我留着足够的空间让你们骂我 这是我应该承受的 但是共青团 你们想一想 你们做的事情真的对吗 你们真的这样 不用为自己的历史负责任吗 每个人对于时代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对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好吧 如果说这个时代 每一个年轻人 还真不把这片国家 当成是自己的国家的话 还真的是认为 我们有责任 为这片土地出一份力的话 他就不会永远在赞美 什么是永远的赞美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 才只能接受年轻人的赞美歌颂 容忍不了任何的批评 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的气质 是什么样的 我们是周边谁都看不起 因为我们国家强盛了 你看看年轻人在发表的言论是什么 俄罗斯是毛子 韩国是棒子 日本是鬼子 菲律宾是狗 印度是阿三 我们谁都瞧不起 这就是我们想要营造出的 这个时代的氛围 对吧 是 我们这种人被称之为喷子 我们总是对时代不满 我们总是那么不和谐 我们总是那么粗鄙 的确 我们不应该用粗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SNH的粉丝们 对你们造成的伤害我诚挚了道歉 这就是政治斗争中的险恶 就为什么那么多的艺人都把自己和政治 宅得开开的 因为大家都爱惜羽毛 因为你不知道在政治斗争当中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就好像有多少的律师 有多少的学者 因为他们想去还原历史的真相 他们想告诉你文革是怎么回事 他们想告诉你 曾经的自然灾害是怎么回事 他们想告诉你 这个国家曾经走过多少弯路 有多少人曾经受过不白之冤 于是他们自己就遭受了不白之冤 这些人真的是这个国家的汉奸 真的是走狗 真的是想害死这个国家 想颠覆政权吗 我们疯了吗 我不过是个中年的臭屌丝 我颠覆这个国家政权 我们有毛病 这个国家被颠覆了 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只是爱这片土地 我们希望它好 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希望它好 那些在这个国家赚的盆盈钵满 已经贪赃忘法 到了没有尺度的边际 然后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和所有的财产都移民到美国去那些人 他们才是在努力的颠覆这个政权好吗 他们在颠覆我们最传统的价值观 让我们不再信任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是美好的 而且 而且太阴险了 我能接受左翼人士对这个世界歌舞生平的赞颂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许许多多的权贵们 自己已经移民到海外了 已经赴美生活了 老婆孩子全在那了 然后再过来发表各种言论的演讲 表达说中国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我们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爱的国家 你忽悠谁玩呢 如果你认识我的话 应该知道我以前在电视上做过几个演讲 我是个出了名的盆子 但是 我这么做 从来不想去害这个国家 从来不想害我们这片土地 我觉得做一个公民我有责任 我觉得共青团有必要出来告诉这代的年轻人 他们到底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还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呢 五四运动的概念就在于 让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是公民而不是子民了 但现在呢 我经常去做节目 人家就告诉我 公民不能提 纳税人不能提 医疗体制改革不能提 官员财产公开不能提 同性恋不能提 安乐死合法化不能提 为什么 导向不正确 媒体特别在乎导向正不正确 但是共青团你告诉我 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 在中国青年意识觉醒的 最关键的一个纪念日 你挑了一群唱歌跳舞的小孩子 出来当这个时代的偶像 你的导向正确吗 你想导向什么 在你看来 只要去赞美 只要不停的去赞美 现在的体制和政府 就是最伟大的当代青年 是这个意思 对吧 好了 该说的能讲的都差不多了 我也是疯了 对吧 我得罪了这个国家最狠的两个青年组织 共青团和SNH 有人被误伤 有人活该 接下来承受自己所承受的一切 我们当时做演讲的时候 我知道 对演讲的启蒙 给我的启蒙 是文一多先生 在咱们课文里那篇最后的演讲 语言权 言论自由的权利 可以肆意的被剥夺 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不鼓励年轻人关心政治了 我们去大学做活动 学校的学生会干部也好 团围的老师说 休时 说什么都行 就去别说政治 只要不提政治 咱们什么都可以聊 我们做直播 只要一点开直播的窗口 下面第一个提示语就是 请不吝点赞订阅